追求健康 使用由越来越多人选橄榄油 希望能够护心防湿制 不过进口橄榄油竟然也涉嫌诈漆 意大利检方抽检20款特级出炸橄榄油 发现其中有9款的品质 根本只是刺激品 而记者实际到通路上直级 发现有一款有在台湾返售 特级出炸橄榄油 外包装的确写着特级出炸橄榄油 不止这款 还有另外一款也可以用网购买得到 营养师说刺激橄榄油 是多了一道萃取手术 为什么出炸橄榄油好 就是因为它里面还很丰富的多酚 那单元的话不会因为加工而改变 可是多酚会因为加工而改变 去年意大利因为雨量多 果因从生 橄榄品质受影响 没想到仍有厂商为了利润 谎称特辑 食药署目前也正在向意大利求证 还没有收到欧盟 快速通报的一个系统 意大利那边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 有所谓下架回收的机制的话 那台湾这边在官上也会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专家提醒好的橄榄油颜色不能偏黄 口感会微辣 选择对的品质才能吃得健康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